所以说二十六这件事情我不信道了你知道吗 这天道啊 反正我相信 它总有规则 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 我为什么对你是感兴趣 我可以告诉你是 我后来到初中开始看二十四史 你知道的是文言文 看二十四史我告诉你 是出于虚荣性 为什么 别人看不懂 我再跟你说个轰动性的事 其实我上大学看的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量子物理 读得多了还有精神病学 那真的 真不开玩笑 而且 就是你广泛涉猎 什么都不敢 对但是 但是基本上历史肯定没有废 其实我看这些书告诉你 是延续的一个专业 就是前进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书 是为了表达我对历史的看法 这是我真正想说的 你觉得我写的书很幽默 告诉你 觉得很惨 冥死和冥死那儿上 留下了这些人 都是276年明朝历史人员的精英 但他们留下了也只有 也只有一篇传记 或者一句话 这个人的消失 这是很残酷的 所以我知道历史的残酷 也知道历史它为什么 没有什么恢复我 就是一笔 历史本来就不讨厌 我告诉你为什么 历史没有大团圆结局 所以我用的手法 会让人觉得看你是很轻松 所以你起标题的时候 就是那些事 对那些事 你的笔名叫当年明月 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呢 当时是取了这样一个想法 是有两句诗词我很喜欢的 就是当时明月在 成造彩云归 我觉得很有历史感 一本书呢 凭技术 是可以受欢迎的 但是它要受到尊敬 它必须有灵魂 你觉得你写的这一套书里面 有没有灵魂 灵魂谈不上 人性是有的 我书里面其实 那么多书 我其实只想表现一句话 历史是由人久成的 而人是有人性的 那个父母啊 他只希望你办一件事 就是你平平安安的活着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完 一辈子是很难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冷酷 包括我写这本书 我写的书里面 有很多很人性化的东西 包括我说我理解那个人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而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有时候能得到别人理解是不容易 如果说你说我这本书里 还有什么是光外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人性的东西 理解历史人物 就是理解现在的 所以我找到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不想到